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亚米奇斯 最后的口试 今天早上是最后一门考试,口试 八点钟,我们都走进了教室 八点十八分一到,我们就四个人一组 被叫到一个大房间里 那间房间里,围坐着校长和其他几位老师 当然,我的老师也在那里 我是第一个被叫进去的 啊,亲爱的老师,您是多么爱自己的学生啊 我今天才算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您的爱 当我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我的老师一直在盯着我看 当我回答错了的时候 他就会紧皱眉头,恨不得自己帮我回答 当我回答正确的时候 他那喜悦的眼睛就会放出光彩 当校长对我表示称赞的时候 我看见老师的眼里充满了喜悦 从考试方出来 我就立刻回到了教室等着父亲 我挨着卡龙坐下,心里难过极了 可怜的卡龙也许还不知道 我就要离开他了 永远也见不到他了 此时,他正在给刚洗出来的父亲的照片绘制花边 我凑近卡龙,对他说 卡龙,我就要走了 就要离开独龄了 这么说,五年级时我们就不能在一起了,对吗? 卡龙有些诧异 我说是的,卡龙没再说什么 低着头继续在那里画花边 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问我 你还会记得你四年级时的朋友吗? 嗯,我说 当然,全都会记得 不过,你会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 有谁能忘记你呢? 卡龙认真的看着我,没有说话 而是伸出右手来,用力地握住了我的手 这时候,老师跑了进来,对我们说 同学们,加油 前面的同学们表现得非常好 希望大家再接再厉 为了让我们放松一下 平时不苟言笑的老师出门时 竟然故意装作摔了一跤的样子 如果在平时,我们早就乐了 可是,现在大家都沉默了 没有一个人说话 不知为什么,我看见老师的样子 心里既隐隐作痛,同时又觉得温暖 老师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他辛辛苦苦地工作了一辈子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早日成才 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现在回想起老师带病给我们上课的样子 心里就特别难受 可是,我亲爱的老师啊 我就要离开你了 我心里是多么的不舍得啊 但是,我会永远地记住您的 的 诶 诶 诶